请同学们看这个图形 假设这是函数f of x 的图形 请问同学们 在这个图形上 当 x 等于 c1, c2, c3 的时候 函数f of x 的图形是否连续 所谓连续 从字面上来看 连续的意思应该是指 函数f of x 的图形不可以断掉 很明显的 在这个图形上 当 x 等于 c1, c2, c3 的时候 图形都断掉了 因此 函数f 在这三个点上都是不连续的 再来我们仔细讨论 在这三个点上 它们的函数值以及极限值有什么情形 第一,当 x 等于 c1 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 它的函数图形是一个空心点 也就是说 函数值 f of c1 是不存在的 从这边我们发现到 如果一个函数要在某一点连续的话 那么它的函数值就必须要存在 否则就会像这个情况一样 它是一个空心点 那图形当然是断掉 也就是函数在这个点上不存在 第二,考虑 x 等于 c2 的时候 这时候函数值 f of c2 是存在的 再来我们考虑当 x 趋近于 c2 的时候 f of x 的极限值 从这个图形我们发现 它的极限值左极限 右极限 是不相等的 因此当 x 趋近于 c2 的时候 f of x 的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从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函数要在某一个点上连续的话 除了函数值必须要存在之外 它的极限值也必须要存在 否则就可能像这个图形看到的情况 极限值不存在 函数在这个点也不会连续 第三,考虑当 x 等于 c3 的时候 这时候函数值是存在的 极限值也是存在的 可是从这个图形我们看到 虽然两者都存在 可是函数值和极限值是不相等的 因此我们发现 因此我们发现 如果一个函数要在这个点上连续的话 除了函数值要存在 极限值也要存在之外 这两者还必须要相等 我们从这个例子的讨论过程当中 引申出一个函数在某一个点连续的条件 再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函数在一个点上连续的定义 假设 f 是定义在一个包含于 c点的开区间上 如果 x 趋近于 c 的时候 f 的极限值等于 f 的极限值等于 f 的 c 我们称这个函数 f 在 c 点连续 Continuous 这个定义也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一个函数在 c 点连不连续 也就是看这个函数在 c 点的极限值和函数值等不等 如果相等我们就称它连续 从这个定义我们发现 如果一个函数要在 c 点连续的话 有三个条件必须要满足 第一 当 x 趋近于 c 的时候 f 的极限值必须要存在 第二 在 c 点的函数值 f 要存在 也就是说 c 点必须要在 f 的定义域之中 第三 在 c 点的极限值和函数值必须要相等 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都成立 我们才称函数f 在 c 点是连续的 请同学们注意 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是不成立的 我们就称f 在 c 点是不连续 discontinuous 例子当中 我们发现到 当 x 等于 c 1 c 2 c 2 c 3 的时候 这三个条件分别有一个是不成立的 因此 前一页的图形当中 函数f 在 x 等于 c 1 c 2 c 3 这三个点上都是不连续 再来我们要看几个例子 让同学们熟悉连续的定义 第一个例子 假设 f 的 x 等于 x 减二分之一 要请问同学们 这个函数f 在哪里不连续 我们从连续的定义得知 一个函数如果要在某一个点连续 那么它在这个点上 函数值必须要存在 从这个函数来看 很明显我们看到 函数值 f 的 2 是不存在的 理由是因为分母为0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函数 f 在 2 这个点会不连续 同理 同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 f 的 x 等于 x 平方 减 2 x 减三分之一 我们要求函数 f 在哪里会不连续 同样的 如果函数是连续的话 它的函数值必须要存在 以这个题目 f 来看 我们利用因式分解 可以将 f 改写成 x 减三乘上 x 加一分之一 因此很明显的 f 的 3 与 f 的 1 是不存在的 既然函数 f 在 x 等于 3 和 负1 这两个点上没有函数值 那么它在这两个点上 当然是不连续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f is discontinuous at x 等于 负1 and x 等于 3 我们发现 函数 f 的 x 在分母为0 的点上 一定会不连续 理由是因为函数值不存在 的定位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